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找规律 咱们一起来看这幅图 仔细观察这幅图 你有什么发现 图上的小朋友正在开联欢会 这幅图上都有什么呢 有彩旗 彩花 有灯笼 还有男女同学围成圈跳舞 有同学还发现 图中的人和物都是按规律排列的 是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要想找到规律就要有好眼力 你的眼力怎么样 我们来比一比吧 咱们先一起来看看这些彩旗 你知道接下来应该挂什么颜色的彩旗了吗 接下来应该挂黄色的彩旗 接着再挂红色的彩旗 诶 你怎么知道后面应该接着挂黄色和红色的彩旗呢 有的同学告诉我 这些彩旗的排列是有规律的 请你仔细观察小旗的排列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吧 我发现采旗是按照一黄一红一黄一红的规律排列的 咱们看看是这样吗 采旗真的是这样排列的 是按照一黄一红 又一面黄一面红这样的规律排列 我们可以说小旗的规律是按一面黄旗 一面红旗为一组重复排列 咱们再来看看美丽的小花吧 快自己试着说说你找到什么规律了 我发现小花是一朵红花一朵紫花 一朵红花一朵紫花这样排列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小花的排列规律 是一朵红花一朵紫花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咱们再来看看灯笼和小朋友的排列规律吧 先自己试着说一说 同学们告诉我 他们都是重复排列的 咱们先来看看灯笼 灯笼是按照一红两蓝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再来看看小朋友 小朋友是按照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为一组重复排列的 我们刚才找到了采旗 采花灯笼 还有围城圈跳舞的同学们 都是按顺序 依次重复出现的 像这样按顺序重复排列 就是有规律的排列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幅图 你能找到规律 在填数吗 自己先试着做做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咱们先来观察 反的排列规律 反的排列规律 是按照两个三个 两个三个 为一组重复排列的 还有的同学发现 也可以直接观察数字的规律 我们来看看 数字是以2和3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所以3的后面 分别填2和3 你们看 这幅图不再是颜色上的变化了 而是图形的数量 发生了变化 数字也有同样的规律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幅图 你能找到规律 在填数吗 自己先试着做做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咱们先观察 鸡的排列规律 小鸡的排列规律 是按照一只母鸡 三只小鸡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还有的同学发现 也可以观察数字的规律 这些数字是以1和3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快说说 后边应该填哪两个数呢 对 3的后边应该填1 接着应该填3 请你摆100 填一填 先观察图形的排列规律 再动手摆100 自己试着做一做吧 做完了吗 我们一起说说 你是怎么想的 咱们先来看图形 一个正方形 一个三角形 为一组 重复排列 所以 三角形的后面 应该接着摆正方形 然后接着摆三角形 咱们再来看看数字的规律 数字是按照4和3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快说说 后边应该接着填哪两个数呢 3的后边应该填4 接着应该填3 同学们 观察数字的排列规律 可以帮助我们检查 填的对不对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幅图 你能找到规律 在填数吗 自己先试着 做一做吧 做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咱们先来看看 图形的排列规律 五个圆 三个正方形 五个圆 三个正方形 这些图形 是按照五个圆 三个正方形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咱们再来看看 下边的数字 五个圆 下边写的是数字五 三个正方形 下边写的是数字三 接着应该怎么填呢 对 接着应该填 你填对了吗 同学们 请你看一看 这些数字 有规律吗 对 这些数字 是按照 五 三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请你仔细观察 这些小朋友 他们在做动作 请你猜一猜 他们做的动作 有规律吗 先自己试着说说吧 有的同学告诉我 他们做的动作 是有规律的 规律是什么呢 你能找到吗 同学告诉我 我发现 他们是三个同学 为一组 第一个同学 做的动作是 斜上去 第二个同学 做的动作是 测平举 第三个同学 做的动作是 斜下举 是三人一组 重复排列的 是这样吗 快看看吧 真的有这样的规律 你能按照规律 继续做动作吗 快自己试着 做做吧 请你按照 自己喜欢的规律 给花 涂上颜色 快自己试着 涂一涂吧 尽情发挥 你们的创造力吧 涂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同学们 是怎么涂的吧 一个同学说 我用的是 今天学习的 重复排列的规律 快看看 我涂得漂亮吗 咱们一起看看 他涂的花 是什么规律呢 对 他涂的花 是一朵红花 一朵黄花 一朵蓝花 三朵花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请你再仔细看看 是有这样的规律吗 真漂亮 再看看 我创造的规律吧 你能看懂吗 咱们快来看看 这个同学创造的规律 是什么呢 自己先试着说说吧 这个同学是按照 一朵红花 一朵蓝花 一朵红花 两朵蓝花 一朵红花 三朵蓝花 这样的规律涂色的 咱们一起来看看 你们看 每一组里的红花 都是一朵 数量没有变 蓝花的朵数 怎么变的 对 蓝花的朵数 每次多了一朵 你创造了什么规律呢 把你创造的规律 给你的爸爸妈妈 看看吧 请你猜一猜 后面接着应该画什么 这道题 我们应该怎么思考呢 我们先来观察 图形的排列规律 这些图形 是按照一个三角形 一个正方形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咱们看看 是这样吗 它是从图形的形状 找到的规律 正方形的后边 应该画什么图形呢 对 应该是三角形 是什么颜色的三角形呢 有的同学发现 这些图形的颜色 也是有规律的 它是按照 红 黄 蓝 三种颜色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你知道三角形 应该是什么颜色的了吗 对 三角形 应该是蓝色的 我们还可以怎么观察呢 我们还可以先观察 颜色的规律 再观察 形状的规律 同学们 看到你们越来越会思考 真替你们高兴 今天 我们一起学习了 找规律 在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地方 都会用到规律 下课之后 请你到生活中 去找一找 把你找到的规律 画下来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 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 找规律 请你算一算 一定要仔细认真啊 写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4加4等于8 4加5等于10 45加9等于36 36加9等于27 27 27-9等于18 请你仔细观察 这些算式 你有什么发现呢 我发现 我发现 第一行算式 每次都是加4 第二行算式 每次都是加7 第三行算式 每次都是减5 第四行算式 第四行算式 每次都是减9 同学们 你们可真棒 看看旧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哪些新问题呢 请你仔细观察 这些图形 你有什么发现呢 有些同学会发现 这些图形排列 是有规律的 我们一起来说说 有什么规律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组 有一列 第二组 在第一组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列 第三组 在第二组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列 原来 每一次 都比前一次 增加了一列 所以 下一幅图 应该有四列 看看是这样吗 除了图形 有规律 咱们再来看看 每组 小正方形的个数 它们的变化 又有什么规律呢 让我们一起来 数一数 第一幅图 有三个 小正方形 第二幅图 有六个 小正方形 第三幅图 有九个 第四幅图 有十二个 请你仔细观察 后边 接着该填 什么数呢 快自己试着 说说吧 从三到六 增加了三 从六到九 又增加了三 从九到十二 又增加了三 每次都增加三 接下来 应该填几呢 快自己试着 说说吧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 十二加三 等于十五 十五再加三 等于十八 接着填十八 十八再加三 等于二十一 接下来应该填二十一 咱们再来看这幅图 请你仔细观察 找规律填数 先数一数 第一幅图 有几个小正方形呢 对 第一幅图 有十一个小正方形 第二幅图呢 第二幅图 有九个小正方形 快来数数 第三幅图吧 第三幅图 有七个小正方形 第四幅图 有五个小正方形 请你仔细观察 说一说 你发现什么规律了 快自己试着说说吧 我发现 我发现小正方形 是十一个 九个 七个 五个 每次少了两个 下边的数 十一减二 等于九 九减二 等于七 七减二 等于五 它们的数量 也是一次少二的 后面 该填什么数呢 快自己试着 填一填吧 填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五减二 等于三 应该填三 三减二 等于一 应该填一 同学们 你们可真棒 现在没有图了 你还会做吗 请你找规律填数 自己先试着做做吧 咱们先来看 这一组数 有规律吗 同学们通过仔细的观察 发现 这组数 是有规律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二十四 变到二十 二十四 减四 等于二十 再继续往下看 从二十 变到十六 二十减四 等于十六 十六 变到十二 十六 减四 等于十二 从十二 变到八 对 十二 减四 等于八 通过观察 我发现 这组数 也是有规律的 不过 这次是 一次少四了 找到了规律 我们一起把后面的填完吧 八减四 等于四 接着应该填四 四减四 等于零 横线上应该填零 请你按规律 填出下一个数 自己先试着做做吧 说说 你是怎么想的 做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盯正一下吧 咱们先来看 第一个数列 一 五 九 十三 我发现 一 加四 等于五 五 加四 等于九 九 加四 等于十三 这个数列 这个数列的规律 是每次加四 接着该怎么填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十三 加四 等于十七 横线上 应该填十七 咱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数列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十二 通过观察 我发现 四十二 减十 等于三十二 三十二 减十 等于二十二 二十二 减十 等于十二 这个数列的规律 是每次减十 十二 减十 等于二 横线上 应该填二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数列 三十六 三十二十二十四 十八 我发现 三十六减六 等于三十 三十减六 等于二十四 二十四减六 等于十八 这个数列的规律 是每次减六 接下来应该怎么填呢 快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十八 十八减六 等于十二 横线上 应该填十二 十二减六 等于六 横线上 应该填六 六减六 等于零 横线上 应该填零 请你仔细观察这些数列 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快自己试着说说吧 有的同学发现 第一组数列 都是一次多几 第二组和第三组 都是一次少几 咱们再来看这道题 找规律 填一填 中间有一个数 五十 请你想一想 可以怎样填呢 我们可以 一次多一 比五十少一 是四十九 所以我在五十的前边 填四十九 比四十九少一 是四十八 所以在四十九的前边 填四十八 比四十八少一 是四十七 所以在四十八的前边 填四十七 前边填完了 咱们再来填后边吧 比五十多一 是五十一 所以在五十的后边 填五十一 比五十一多一 是五十二 所以在五十一的后边 填五十二 比五十二多一 是五十三 所以在五十二的后边 填五十三 还有其他的填法吗 有的同学告诉我 我们还可以 一次多五 快说说你是怎么填的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比五十少五 是四十五 所以在五十的前边 填四十五 比四十五少五 是四十 所以在四十五的前边 填四十 比四十五 比四十少五 是三十五 所以在四十的前边 填三十五 前边填完了 咱们再来填后边 比五十多五 是五十五 所以在五十的后边 填五十五 比五十五多五 是六十 所以在五十五的后边 填六十 比六十多五 是六十五 所以在六十的后边 填六十五 还有其他的填法吗 对 我们还可以 一次多十 快说说 你是怎么填的吧 我们先来填前边 比五十 少十 是四十 比四十 少十 是三十 比三十 少十 是二十 前边填完了 咱们再来填后边 比五十 比五十多十 是六十 比六十多十 是七十 比七十多十 是八十 同学们 刚才我们填的规律 都是一次多几 那可以依次少几吗 请你再试着填一填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 找数列中的规律 你学会了吗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 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 找规律 请你猜一猜 星星后边 藏着谁 自己先试着做做吧 我们先来看 这些图形 我发现 这是我们学过的 重复排列的规律 找准一组就行了 是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些图形 是按照 一个红色的正方形 一个绿色的圆 一个黄色的三角形 三个图形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根据图形的排列规律 我可以猜出 我可以猜出 星星后边 藏的是 黄色的三角形 你猜对了吗 咱们再来看看 这行树列 它的排列 有规律吗 这也是我们学过的 找到 找到相邻两数 相差多少就行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8加3等于11 11加3等于14 14加3等于17 17加3等于20 星星后边藏的是20 20加3等于23 23加3等于26 星星后边藏的是26 同学们 你们可真棒 在神奇的数学王国里 还存在着许多规律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是一片三叶草 在三叶草上分别写上了树 这些树里藏着小秘密呢 你发现了吗 快看 又来了两片三叶草 每片三叶草上 都藏着共同的小秘密呢 你能发现 它们的规律吗 咱们先来看 第一片吧 有的同学告诉我 他发现 每片三叶草上 三个树之间的规律 快来说说吧 我发现 第二片三叶草 第二片上 三个树 有这样的规律吗 四十加三十等于七十 七十减三十 等于四十 七十减四十 等于三十 第二片也有这样的规律 咱们再来看看 最后一片吧 四十减四十 四十加二十 刚才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可以找到三叶草上 三个树的关系 你们太了不起了 请你再仔细观察 你还有什么发现 快自己试着说说吧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我发现 这些三叶草 最下边的树 都是四十 咱们再来看看 这一片三叶草 缺少的树 你会填吗 快自己试着填一填吧 说说 你是怎么填的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 根据前边的规律 我可以想 四十加四十 等于几呢 对 四十加四十 等于八十 括号里 应该填八十 这还有一片三叶草 快把缺少的树 填上吧 自己先试着 做一做 做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五十 减四十 等于几呢 五十 减四十 等于十 括号里 应该填十 请你在空白圆圈里 填上合适的数 咱们先来观察 前两组数 看看它们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同学会发现 五十加二十 等于七十 十九 加六 等于二十五 我发现 每组下面 两个圆里的数 相加的合 等于上面圆里的数 咱们看看 第三组数 你能把缺少的数 填上吗 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可以这样来思考 十八加几 等于四十八呢 十八加三十 等于四十八 所以应该填三十 填好了 我们再检查一下 十八加三十 等于四十八 我们填对了 再来看最后一组数 应该填几呢 快自己试着 做一做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我想 五十三 加八 等于几呢 五十三 加八 等于六十一 应该填 六十一 咱们继续来找规律吧 请你看看 每个圆里的数 有规律吗 有什么规律呢 快自己试着说一说吧 咱们先来看 第一个圆里的数 二 加三 加五 等于十 我发现 外边圈里的三个数 相加的和 等于中间圈里的数 再来看看 第二个圆里的数 九 加五 加一 等于十五 再看看 第三个圆里的数 有这样的规律吗 八 加七 加三 等于十八 同学们 你们一定发现了 每个圆 外圈的三个数 相加的和 等于中间圈里的数 规律找到了 你能用规律 填出缺少的数吗 快说说 你是怎么想的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先想 十 加三十 加四十 等于八十 所以 中间圆里 应该填 八十 再来看 最后这个圆里的数 应该怎么填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先算 二十 加十 等于三十 再想 六十 减三十 等于三十 应该填 三十 同学们 你们可真棒 能用我们找到的规律 解决数学问题了 咱们再来看看 每个三角形里的三个数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规律呢 先自己试着找找吧 有的同学会发现 四加八 等于十二 十加二 等于十二 三角形下边的两个数相加 等于上边这个数 你能用发现的这个规律 把缺少的数填好吗 我们可以这样想 三加几 等于十二 三加九 等于十二 所以 应该填九 再来看看 最后一个三角形 我们可以怎么思考呢 我们可以想 几加几等于十二 几加几等于十二 有好多呢 怎么想 就能把所有的答案 都找全呢 我们按顺序想 就可以写全了 快自己试着写一写吧 写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零加十二 等于十二 一加十一 等于十二 二加十 等于十二 三加九 等于十二 四加八 等于十二 五加七 等于十二 六加六 等于十二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把两个数 左右交换位置 也是不同的答案 我们还可以这样填 七加五 等于十二 八加四 等于十二 九加三 等于十二 十加二 等于十二 十一加一 等于十二 十二加零 等于十二 有的同学说 我用和你不一样的方法 发现了这个规律 我发现 十二减四 等于八 十二减十 等于二 用上边的数 减去一个数 等于另一个数 你能用这个规律 把缺少的数 填好吗 我们可以这样想 十二减三 等于几 十二减三 等于九 所以应该填九 再来看最后一个三角形 我们可以怎么思考呢 我们可以想 十二减几 等于几 这十 这十可以怎样填呢 我们按顺序来思考 十二减零 等于十二 十二减一 等于十一 十二减二 等于十 十二减三 等于九 十二减四 等于八 十二减五 等于七 十二减六 等于六 十二减七 等于五 十二减八 等于四 十二减九 等于三 十二减十 等于二 十二减十一 等于一 十二减十二 等于零 同学们 今天我们一起 学习了找规律 你学会了吗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用规律解决问题 请你猜一猜 星星后边 藏的是谁 自己先试着做做吧 做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我们先来看第一行的图形 我发现 这些都是按规律排列的 找准一组重复部分就行了 是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先看第一行 这些图形 是按照一个蓝色的圆 一个红色的圆 两个图形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根据图形的排列规律 我可以猜出 星星后边 藏的是 红色的圆 咱们再来看第二行 这些图形 是按照一个红色的正方形 一个黄色的三角形 一个红色的正方形 三个图形 三个图形 每一组 重复排列的 根据图形的排列规律 我可以猜出 星星后边藏的是 红色的正方形 快看看 你猜对了吗 咱们再来看看 这个手串 它是按照 一个绿圆 一个黄圆 两个为一组 重复出现的 根据排列的规律 我可以猜出 星星后边 藏的是 黄色的圆 大家真棒 现在 我们去帮助小红同学 解决她的问题吧 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 从图上 你知道什么了 快自己试着说说吧 从图上 我知道了 小红 按规律 穿了一串手链 但掉了两颗珠子 让我们解决什么数学问题呢 让我们想一想 掉的是哪两颗 这个数学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呢 你可以动手 穿一穿 画一画 快试试吧 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可以先观察 她穿珠子的排列规律 通过观察 我发现 她穿珠子的规律 是按两颗黄珠子 一颗蓝珠子 两颗黄珠子 一颗蓝珠子 三颗珠子 每一组 重复排列的 按照这个规律 我们可以动笔 我们可以动笔 画一画 把少的两颗 画出来 可以怎么画呢 我们可以从 右边开始画 画一颗黄珠子 再画一颗蓝珠子 快看看 这样就符合规律了 还可以怎么画呢 我们还可以从 左边开始画 按照规律 我在左边 先画一颗蓝珠子 再画一颗黄珠子 快看看 这样画出的珠子 符合规律吗 请你想一想 我们还可以怎样画呢 对 我们还可以在 左边和右边 各画一颗珠子 左边画一颗蓝珠子 右边画一颗黄珠子 同学们 你们看 根据规律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画出了 缺少的两颗珠子 我们可以把 掉了的两颗珠子 都补在右边 也可以都补在左边 还可以左边 右边各补一颗 通过同学们的仔细观察 和动手操作 我们解决了这个数学问题 掉了一颗黄色的珠子 一颗蓝色的珠子 我们的解答正确吗 你准备怎么检查呢 快自己试着说一说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检查 先来想象一下 如果把手链穿起来 会是两颗黄珠子 一颗蓝珠子 三颗珠子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吗 那我们把手链穿起来 看看吧 摆出他穿的手链 看符不符合 他穿的规律 我们来选择一种穿法 验证一下 手链穿起来 这个手链就是按照 两颗黄珠子 一颗蓝珠子 三颗珠子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所以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再检查一下 另外两种穿法 解答正确吗 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 从图上你知道什么了 快自己试着说说吧 从图上 我知道小鹰穿了一串手链 但是掉了三颗珠子 掉的是哪三颗呢 这个数学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呢 快自己试着说说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先观察小鹰穿珠子的规律 小鹰穿珠子的规律 是按照两颗蓝珠子 两颗红珠子 四颗珠子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有这样的规律吗 同学们 你找到规律是正确的 按照这样的规律 我们想一想 掉的应该是哪三颗珠子呢 对 掉的应该是 一颗蓝珠子 两颗红珠子 我们的解答正确吗 咱们可以怎么检查呢 快说一说吧 我们试着摆出 小鹰穿的珠子 看一看 珠子摆好了 这个手串的规律 就是两颗蓝珠子 两颗红珠子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所以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 快想一想 掉的三颗珠子 还有其他的穿法吗 你可以自己再试一试 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 从图上 你知道什么了 快自己试着说说吧 从图上 我知道 有一串手串 中间 挡住了一部分 让我们根据规律 画出被挡住部分的珠子 快自己试着做说吧 做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发现 这串珠子的排列规律是 一颗黄珠子 一颗蓝珠子 一颗黄珠子 两颗蓝珠子 一颗黄珠子 三颗蓝珠子 接着是 一颗黄珠子 为了能够更好的 发现规律 我们再继续看 后面的珠子 接下来排的是 一颗黄珠子 五颗蓝珠子 快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图学会告诉我 我发现 黄色的珠子 每次都是一颗 没有变 蓝色的珠子 一颗 两颗 三颗 每次多一颗 同学们 你们可真棒 找到了 手串的规律 你能用这个规律 把挡珠的部分 填好吗 快说说 你是怎么填的吧 被挡珠子 是四颗 蓝色的珠子 咱们把答案画出来 检查一下 对不对 看 我画好了 符合这个手串的规律 所以我们的解答 是正确的 咱们再来看这道题 按规律 接着画 接下来该是什么数呢 这道题 我们应该怎么思考呢 请你先仔细观察 自己试着 找找规律吧 找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第一次 箭头从1 直到3 接着从3 直到6 从6 直到10 你看看 这些数之间 有什么规律呢 有的同学会发现 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说说 你是怎么思考的 接着 该加5了 10加5 等于15 我的箭头 就要从10 画到15 继续 应该加6 15加6 等于21 我的箭头 我的箭头 就要从15 画到21 同学们 你们可真会观察 咱们一起来看 这幅图 第10 第10 是什么颜色的 在后面 圈出来 快自己试着 做一做吧 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先观察 旗子的排列规律 一面红旗 一面黄旗 一面红旗 一面黄旗 我发现 这些旗子的排列规律 是按 一面红旗 一面黄旗 为一组 重复排列的 现在 已经排好了 七面旗子 接下来 第8面 该是什么颜色的旗子了呢 对 应该是 黄色的旗子 第9面 应该是 红色的旗子 第10面 是黄色的旗子 还有其他的思考方法吗 有的同学告诉我 我发现 单数 就是红色的旗子 双数 就是黄色的旗子 十 是双数 所以 第10面 是黄色的旗子 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这样的吗 所以 第10面 是黄色的旗子 同学们 今天 我们一起用规律 解决了数学问题 你们可真棒 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感谢观看 伤识